女明星为了在走红毯时艳压群芳 疯狂地在脸上注射美容针 结果亲手断送了自己的演艺生涯 这是一位深受欢迎的女歌星 名叫阿美 此时的她一边抽着烟 一边惬意地撸着猫 虽然脸上净显沧桑 但依旧韵味十足 可身为公众人物 阿美不允许自己的脸上有任何瑕疵 于是她烦躁地关上放个不停的录音机 正在阿美一筹莫展时 突然杂志上的除皱针引起了她的注意 没错 阿美去整容了 她脸上裹满了纱布 就算这样 阿美也要在纱布上画上精致的妆容 她开始幻想整容成功的自己 陷入自我陶醉中的阿美 情不自禁地跳上了一小段 然而想象是美好的 现实却是残酷的 让阿美没有想到的是 打开纱布之后 是一张僵硬呆滞的面孔 稍微动一动嘴巴 半张脸就垮掉了 阿美崩溃极了 这是她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 她愤怒地摔门而去 房间里摆满了阿美 年轻时获得的各种奖项 由此可见 她是一位有实力的个性 可阿美无论如何 都接受不了自己整容失败的事实 于是拿起针管 疯狂地往脸上注射 在激素的刺激下 阿美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脸 她在闪光灯下大放光彩 妖娆的舞姿 动听的歌喉 阿美好像一瞬间 又回到了年轻的时候 可因为表演太过投入 导致自己的脸再次变形 看着镜中苍老的面孔 阿美无力地摊坐在舞台中央 当幕布缓缓落下 台下居然掌声不断 此时的阿美才恍然大悟 真正征服观众的 从来都不是她的外貌 而是悠扬婉转的歌声 最后阿美朝着观众台 深深地居了一躬 自古美人如名将 不许人间见白头 容颜老去是每个人 都必须要经历的 但是每个年龄段 都有各自的韵味 精致的娃娃脸是好看的 但岁月沉淀下皱纹 难道不是更值得回味的吗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我是小丽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啦